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Tasty ETF 歡迎Andy 我先回答一個朋友的問題 他9987 百姓中國 抽回來的 要不要離開 五穿380 你都可以拿著 我猜他有機會上去 412 現在402 百姓9987 好 Andy 上次講完電動車之後 回到深思反省 剛巧我自己其中一隻的愛股 又扭到電動車 我就很開心 所以打算很快退休 問題Andy 今天會跟我們講些甚麼 是否都是講電動車 有少少類似電動車 其實是要扭回 為何 Saman最近經常講電動車 是一個大賽道 因為上集在講的 就講了很多是新型的 即是說一些沒有顧慮的公司 一些新的車廠 甚至晶片 大家在想一些很新的東西 但大家不要忘記 後面有一堆傳統的舊公司 傳統的舊車廠 其實要追趕上來 其實很大的配套要做 無論舊公司 還是究竟 例如你提到的股份 有很多設施要做 當然有些人可能見過這些 但我覺得 在這裏都要提一提 就是因為 既然我們都花了功夫 我想提的就是一件事 其實如果大家細心一提 看到為何整個大賽道 現在才是剛剛起步 終於有人講賽道 之前我講的時候 他們好像怪物一樣 是 其實我看開內地網站 就應該會 就會接觸內道 是 不過之前我都有點顧慮 就很少用這些字 我看你肯講我都用 賽道 真的 其實內地 其實我們經常說彎道超車 賽道 其實這些字眼 我覺得挺好的 坦白說 很貼切地形容整件事 但我想講的就是 其實大家不要想著 新能源車剛剛炒了 就已經 很快已經炒完 而是大家見下 這一座表給大家看 其實是 整個不同的國家的政策 2021到2022年才是 一堆不同的國家 在轉型 而真真正正 我們自己覺得最加速 最提速的那一刻 其實應該是 你現在這幾年 應該會大部分是設備的 就是基礎設備 其實澳門和香港 這些這麼大的城市 有一個問題 你看到 有些歐洲的車廠 正正在說 可能飛遠 這是說不同的國家的政策 你看到 30年 3540那些 全部已經是說 沒有燃油車的銷售 是啊 我看到昨天的記者會 都是拿歐洲數據去量度 說沒有人再開那些油車 是啊 因為以前是說 車廠自己說 但現在是說政府要說 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 有些國家或者有些城市 好像香港 原本走先 又變了落後 是的 有個問題 要出現的是什麼呢 就是 你真正正數就數十年 其實你只剩下五年左右 你要做好整個基礎設施的配套 例如 充電裝 絕對是一個問題 當然 電池可以解決到很多充電的問題 但是 你的城市 特別是我們這麼密集的地方 究竟你的充電裝的設備 夠不夠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現在是說3.5比1 是的 其實是不夠 因為將來是沒有 是的 這個會是一個很大的情況 大家要考慮 第二件事 我想提到的 就是今集提到的ETF 其實是講很多相對 舊少少的傳統品牌車廠 OK 傳統品牌車廠 其實我們都 summarize 了很多 那就是告訴大家 你看到無論BMW 或者 Toyota 那些其實全部都是講 我們全部轉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 Volkswagen 最近都終於將它的 ID.3 第一輛小小的 講到大家 是嗎 是的 小小的電動車終於 開始交付了 有沒有自動導航 沒有 這個笑話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電動車 其中一個電動車 上次不是說整個生態圈 其中一個就是 你要有那個叫做 自動導航 大家都在研發 但是說一個OTA 即是說 over the air 可以自己update 即是不需要插線 你好像Tesla 好像我們的iPhone 我明白 無論你的Performance 或者你的Software 都可以update 其實上了雲 是 是 是 這個是其中一個東西 是的 而Volkswagen 曾經出現了 或者叫傳統車廠 不要特別說哪一間 他們做了新能源車之後 突然發現 他們沒有OTA的功能 即是變成了 那些車廠 是 那些車廠 要回去update 對 很快就解決了 這是笑話 其中一件事 大家不要小看 舊車廠 或有段時間追趕 是 其實Tesla Elon Musk 自己說了一件事 他說 他可以把電池 和Software 的某些專利 貢獻出來給大家 那麼好 因為其他車廠 是發覺 他們雖然造車很厲害 但是說 電動車的位置 是很多關於Software 他們解決不到 所以為什麼 其實我會說 整個身體慢慢 弄起全部 當然 我會預計 有些公司會 太力流強 我亦預計 有些公司 會和科技公司 混合在一起 我這幅圈不說太多 其實我想提到 就是 如果以這麼多 傳統舊的車廠 我真的最看好 是戴莫勒 戴莫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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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戴莫勒 是的 所以 其實 我想提到的 就是 過去一段時間 市場很害怕 它的融資能力 整個歐幣是臨蕩 半年前 是說 其實 怕它還有問題 其實 為什麼我會提到 一隻 所謂的 舊經濟的ETF 其實 因為 好幾人 除了主題性 我想提到這件事 另外 我開始看到 錢 是開始在找舊經濟股 但是 我會想一件事 舊經濟股 其實只有兩件事 可以安全一點去炒作 一個就是 你找一些 叫做 半舊經濟 我們全家可以DISNEY 你有一點點訂閱鍵 DISNEY Plus 是的 這些就叫做 晉身一個梯隊 但是你要舊經濟 如果你再找舊經濟 你沒理由這麼快去找房地產 太舊 太舊很難轉型 但是 如果你要舊經濟 又要有轉型的概念 我想你自己的股票 是 是的 所以其實 傳統車廠是其中一個地方 但是沒有 坦白說 我自己由 Q2 即是那時候 講過這架車EQC 的時候 我記得大家 第一次聽EQC 還說 什麼 是的 我也想想 但是其實 我會說 如果傳統車廠 它是先行很多步的 所以其實 是估不到 它最近的股價 是完全大幅跑出的 是的 過去三個月 它是跑了乘成幾 是的 四成幾 那曲我也不知道 D.A.I. 但是G.Y. 因為它 它 德國上市 是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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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 其實我們Factor的量化評分 其實是 英俊了很多 是的 那這件事是證明 其實我們自己的看法 就是看到 有些 re-rating 出來的 特別在增長的位置 為什麼呢 其實 但是沒有了 是其中一間車廠 我覺得最難得是 除了你說成用車 是的 又用一些內地看 成用車 是的 SUV又有 它只是EQ系列 就吃光了這兩邊 還有的就是 它的大型貨車 OK 大型貨車絕對是 藍海 記住 這個是藍海 你不要去找Nicola 我也是說 糟了 Nicola呢 很波動 但是 之前有沽空機 叫我沽空它 然後它跌了很多 跌了很多 50元就跌回30元 然後它就否認了 因為自己很堅實 然後它又彈了一點 但是昨晚也是一般 但是 我又抽了一點出來 你抽了出來 因為 其實我沒有細心看 但是我看它 反駁那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 比我們平時還差 看到的反駁 那一部 問題是 它現在出來 被人抽稱的位置 例如它做銷售 不是做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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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銷售的那一刻 它做了拍片 說車正在動的那些片 誰知道發現原來 車是沒有動的 是造假 然後人們在捉那個位置 就是說 如果車是向下的 你應該頭有少許跌下來 應該是向上的 是的 然後它的反駁 是說 其實我們不 這裏做demo 還有它說 別人想著你那一部 是加了Prototype 誰知道 其實不是的 我們只不過 某些部分 關於那一部車的車頭 是真的可行的 是的 另外那些 例如現在 最重要的是 它的輕電池 它是說 我們現在的融資 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們投放了 一間R&D的公司 我們很相信 它會做到這部電池出來 這部電池 很嚴重 因為整件事 原本我們平時說 PVT賣車 你都叫做 有一個Prototype 都是想想怎樣去量產 你連最重要核心的東西 你都做不到 是的 其實它有很多反駁的位置 是用了很多 We will We believe 這些很不實在的字眼 很不實在 很實在 我之前有個朋友 都說買的 是 其實那時候 在想買 維真 那個SpaceX 是嗎 還是Space什麼 銀河 維真銀河 是的 在Galaxy 有時候是 一定是買Nicola 我兩隻都未有型 其實未有型 不實在 不實在 是的 我不如買Tesla 和Apple就算 是 最後都沒有選錯 雖然它創回 由二十多元 29 還是創回Nicola 50元 那一刻都覺得 是 大家想要GM救到它 但如果再看 原來是發覺 它根本 又出現了上次 尋尼歐的問題 未來我們不是說 那個股份 你即使怎樣配 或者怎樣交換 是令到股東 原有的股東 可以有實權多些 它就這樣 Nicola這次直接 自己帶出去了 是 是 看完股權 是的 但GM也不是傻 如果這樣說 在GM的角度 看下去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 它的定義是 我換了你 一堆股份回來 所謂的價值 是這麼多 如果股價不跌 是的 但是 它是說 因為Nicola 所有東西 不是自己生產 是的 它是說 會在GM買很多部分 是的 所以在GM的角度 就這樣聽下去 沒有什麼問題 是的 除非那間店 撿了他們 也有這個危機 是的 當然 CEO的Track Cord 都不太好 過去兩間都好像 失敗收場 是的 問題 是的 所以Nicola 我一直都說 我不會這一刻看到 是的 回來 傳統舊車廠的戴姆勒 講了 今天講的就是ETF 是的 我們還沒去 掛著它 雖然說 今天提出的就是 CARZ 不要平時打個標誌 就不要打CRS CARS 是一間美國的交易 這隻ETF CARZ 其實右邊那隻就是 上集有提到的 專門做個 comparison 因為其實在美國上市 你要有一個環球的傳統車 其實不要說環球 即是一個傳統車的ETF 其實沒有 是的 其實只有這隻 雖然叫做傳統車 但是大家會看到 TESLA 其實佔13-14% 是的 但是我想提到 你會看到 戴姆勒是其中一隻 我很看好的 它佔9點多 而且你會看到 它很分散 美國、日本、德國 其實佔20幾% 是的 那你就變成 它沒有什麼中國概念 坦白說 是的 對 但是其實 歐洲 其實我最想說 因為大家少涉獵 歐洲市場 其實如果你說要吃舊經濟 你又不用怕中美麥克斯 好像之前提過 就提過德國ETF 其實就是在吃這個概念 所以歐洲這個市場 我覺得是要看多些 而且歐洲是造車的大國 會不會是 我看到它們走得比較快 其實它們 電動車 一來是政策 是的 環保 他們的政策是更加 因為人民上面都很喜歡環保 是的 所以實會推得很快 是的 還有 這樣又想鬆一點 大家又想一下 Tesla 為什麼會去Berlin 去設廠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 Tesla 經常被人嘲笑 有一個位置真的被人嘲笑 這麼多年都是 就是說 它的手工不漂亮 真的好美國的手工 就是整個隙子很闊 是的 其實 其實Berlin 大家有個想法 就是會不會有些德國的工程 是比較靚仔一點的技術 是的 當然現在他說Berlin 是會令到車 即是Model Y 整輛 原來猜不到 原來大家想到車這麼漂亮 原來拉線也是一個學問 是的 Model Y的拉線是不漂亮的 其實現在大家想到在Berlin 上面可以令到整輛Model Y 拉線都拉得漂亮 其實我又想問 為什麼電動車經常要做到很流線型 即是一個封了的 這個很重要 是的 因為我見Li 然後我見小鵬 全部都很著重在一個流線型 是 我現在連車都要學 以前我只是坐 現在是很重點 重點 你們是否會 你們買車會想這些 很靚仔 看靚不靚仔 是的 但每一個年我經常都說 有時很噁心的車 你看久了 你就會順眼 就是很坦白的 初時如果你喜歡駕駛運行車 棍波車的時候 你剛剛看電動車這些設計 其實覺得很噁心 是的 因為以前舊的車 前面有一個很大的位置 你要吸收空氣進去 是的 但你現在不用 所以變成整輛車 是不需要再做那些 我們說什麼大鬼罩 那些這樣的 這些是很車的東西 設計的東西 我覺得暫時 大家一定會瞄著 越來越流線型的 甚至大家會預計 越來越像Cybertruck那種 哦 講的是公用 講的是Pickup那些 為什麼呢 其實對於一間車廠 Pickup truck是很厲害的 設計 因為你手上去一塊塊 不用做任何切割 再做一些冷氣型的切割位 對於一間車廠 就是一塊一塊鋁 那些 就這樣拍進去 是的 你的成本是低很多 但很多 像建那些水管屋 都是這樣堪 對 裝堪會便宜很多 是的 所以其實應該 預計Tesla 真的會引領這個潮流 原來Cybertruck我最近也有更新 剛才咪前說 我現在每天花起碼半個小時 一小時 即不斷更新 自己關於電動車整個行 整個生態圈 你要做電動車專家 是不是 就這樣說 不要說專不專家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看 是的 但你這個生態軒這麼闊 當然要研究多些 你這麼難得找到一條好的賽道 是的 我也是說今年是跟幾個賽道 他們很生氣 他們說為什麼不買BMW的車 BMW的問題是其中一件事 你見到它好像沒有那麼狠心 因為我現在所留意到的BMW 雖然它都說有大概13款新的電動車 但問題是我想說 戴姆勒型是型在什麼 型是型在是曾經被Tesla 欺負過一張LG Cam 說要供應電給Tesla 就不供應給它 即是突然搶訂單 是的 然後我當故事性的 就當它自己生氣 他就說 OK 我現在投放資源 去建造自己的電動車 電池廠 是的 這件事我覺得它夠狠心 要有時間 是要有時間 但是 反過來說 我覺得在這個位置 其實它贏 雖然BMW之前已經出了E系列 E6那些 但是其實差一截 是的 差一截 我會這樣說 所以 其實我很少會這樣提 就是標題忘記改 其實這就是Cars的ETF 你見到其實這段時間 是標了上來 但我想提的就是 你見到右下角 藍色的在外流通股數 即是說 突然多不多錢流進去這隻ETF 你見到突然兩個月前左右 突然開始很多錢流進去 你不要兩個月前跟我說 你現在兩個月前 兩個月前我又說 但沒問題 是的 但不要緊 因為資金那麼厲害 是的 兩個月前其實買TESSA都夠 是的 但是說開ETF 先不可以按完 其實我想提 待會那一節說 是的 原來我們還有一節 不過我提大家 剛才你講開輕電池 因為我今天都看到 第五屆的國際輕能與燃料電池 汽車大會 是14至16號召開 即是比電池更早 更早 所以如果你看電池 看大陸的新聞 是的 因為現在正在開 今天已經是16號 即是說 就這樣慢慢會滲出來 給大家多些資訊 我們稍後回來再繼續講下去 好了 回來最後一節 TASTE ETF 有幾條問題 都是說電動車 剛才有個朋友問你 NIO是否長線看好 會是的 因為它是中國的代表 加上 中國代表 是的 最重要是它整個 我不是說它是BAS 那樣東西 其實它 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它會做了另一個 營運模式出來 是的 還有這一點 我覺得是國家需要它去做 國家任務 是的 所以我是挺看好的 還有 有一件事 其實我們經常都在討論 就是 會不會將來突然間 ARKK 他們那個系列 那個 就是 Cafri 是 會不會突然間 它是肯 看NIO 還有其實 就算沒有說到ARKK 這麼厲害的Fundman 就算很多其他的 無論是車的ETF 或者一些科技的ETF 其實是沒有什麼 擺到NIO 其中一件 其實想想 其實這段時間 由兩元抽出來 都剛剛還在變 其實很多analyst 是未敢給它 有一個很大的re rating 就是其實 一轉向的時候 因為以前是夠了 是 一轉的時候 要真的看那個人的思維 夠不夠 就是 去信這件事 是的 還有其實 因為它的market cap 未夠大 如果它再大一點 我就相信 越來越多分 就肯入它 是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地方 要留意 還有其實如果 短線一點去看 其實今次 NIO和TESLA 講今次 就是由TESLA 500元 撒下來那一刻 就跌了大概34% 真的去到330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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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有說過 329那一刻 我咬一咬 是的 那一刻都 OK 沒事 真的 是的 然後 NIO 其實同期那時候 跌跌17 對 跌少一半 對 跌到15.60 是的 9月4日 所以其實就是 這樣的比較 其實你看到 比起 幾個月前的NIO 如果見到TESLA 這樣跌 它應該會跌下去 對 14.5 我覺得現在 錢是慢慢滲進去 但是 既然這樣說 TESLA 我想提到的就是 昨晚 其實昨晚它一開市的價格 就是整個 這個浪 就是由500元 撒下去300多元 那個浪 是0.618 0.618 昨晚的高位 就接近是0.762 所以其實 我記得我後來 上個星期又叫 麻煩先生 補回TESLA的看法 我有搜尋 放回去 是的 都麻煩你了 我麻煩你了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要消化多一點的 我不覺得 那麼快就抽上去 健康的一件事 最好它現在做三角形 就是漂亮的三角形 最好 五天堆下來 329 然後五天累積升分 36 如果它肯做三角形 即是慢慢摸到20多號才 battery day 這樣沖上可能好些 是的 它沖上去到battery day 出來的時候 我怕它倒下來 看到光線 是的 我怕其實battery day 不是說 不是說那塊電 不是說那塊電 是的 希望它有另外一些東西 你幫你後話 但是我想提到 其實蠟子 到現在都未真的上回 上升軌 其實上次跌穿 甚至是蠻針 蠻到邊這個位 蠻針 是的 但是其實剛剛過去這一個禮拜 就叫跌穿了 的 畢竟事不上去 跟恒指有些情況有點像 我覺得應該要再休息久一點 是的 因為之前不是提到 其實那些錢 我不覺得是股災的 現在這一刻 不過我覺得那些錢 是在流進去價值股 是的 變了要休息久一點 後面也要夾死軟銀 是的 你用時間直選好它 我想問 如果是Casler去到0.762的黃金比率 如果要回 是否回到0.618才再想 還是怎樣 我覺得如果我當它走三個人 我猜它應該要試一試 大概380元 0.5還是0.5 大概0.5 是的 我希望不要跌到0.3 那麼多 是的 0.5是正常的 哇 都幾十元 是的 其實這隻的幾十元 我相信大家習慣了 正常 已經瘋了 瘋了 但是我想提到的就是 納子要休息 除了說完銀 其實昨天Apple那件事 就是昨天Apple發佈會 是的 如果逐格逐格看 其實大家都是購買Apple One 是的 Apple One那一刻 立即的股價 雖然不多了 一兩元抽到上去 是的 但是對於它的硬件 大家完全是沒有什麼衝勁 沒有什麼期望 是的 是的 又出一隻錶 怎麼鬼都是這樣 其實這隻錶 這麼久以來 大家其實就是想看到 我們倆都戴著 是的 就是看看FDA 或者其他的保險公司 醫療公司 肯不肯認可它這個功能 哦 其實市場一直在購買這件事 是的 因為你不是拿到炸單 是的 但是後話 這個又是 但是我想提到的 今天好像很多東西想提 是的 是的 VIX指數 其實這段時間 因為曾經在這裏說過 有人問過 為什麼我說這段時間 好像VIX的直播率不高 就是好像這個情況 真的不是時候 只是上個星期沒有更新 之前我就說 我就算對沖 我都未必會用VIX對沖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幾件事 很奇怪的就是 現在叫做事後 對應之前自己說的 就是VIX沒有什麼長時間抽上去 是的 但是其實我只是想說 其實債息 就是債市都沒有拆倉潮 是的 是 你有說債市 是的 我那次就說 如果我要看市 是否立即 我要看債市是否拆倉 所以 一定是看這個星期四 雖然其實大家沒有什麼期望 大家沒有什麼期望 但是我會 大家經常都要看幾件事 你看債市 債息會不會突然 向上抽得很 突然抽得很厲害 突然湧入債 是的 或者突然插進去 雖然現在債市 是很平 零點六幾 是的 很平穩到很不合理 是的 我會覺得那一刻 是很容易 觸發到很多盤 是 會突然間 因為你見到很明顯 現在那些錢 全部做了很多correlator 就是相關度高的東西 全部合在一起去炒 咦 我想問你 如果債市 你偏向 現在都是剛剛 那麼平穩到 你覺得恐怖了 你偏向是覺得它會上還是下 如果說息率 我覺得是上多 即是走出債市的食材 是的 但是 走出債市好一點 那股市應該好一點 是的 但是短線那一刻 通常會這樣 坐一坐 是的 因為你突然債市 通常債息一抽 你科技股就會收一收押 是的 這一點要留意 但你反過來 你看到這段時間 是不是金融股做得好一點 是的 是的 這個我覺得 星期四大家看實 是的 但是你說行指的 其實上不回去 就是這樣 你轉了上不回去 但是這段時間 我看到人民幣 可能大家看到它 走得很強 抽 其實我覺得兩個因素 其實它自身因素 真的強 是的 即是你看到內地的數據 最近 無論融資食 融資那樣東西 或者究竟內地的零售數據 那些都是 都是比較好 是的 你看到人民幣自己抽了上去 其實如果人民幣下一個位 應該是去回 現在6.76了 是的 但是它應該6.74左右 一個後位 6.75 很近 是的 現在看就很近 因為已經抽了 我沒有看到人民幣那圖 是的 它上次6.9抽上來很快 這下快 這下快 其實快到大家不太確實 所以不怪 因為9月15日是華為期限 有說好似很多事件 但是人民幣在狂抽 就知道市有機會好一點 是 起碼穩定一點 是的 港幣7.7500 繼續 那麼多IPO 是的 所以我會想說的是 雖然我今天沒有準備給大家 其實 現在市場仍然還是不知道 沒有擺放哪一個總統會有機會贏 是 因為其實現在都是大概 差不多5.5 如果我拿Bloomberg 是的 Bloomberg的數據就是49.7對42 因為四大洲份就是差不多5.5 是的 但是如果 我也是聽朋友說的 是的 其實呢 看Vegas Las Vegas 那些賭博的賠率 是 是的 其實這次是封了盤 已經封了 或者是全 全 是的 其實為什麼有些地方要封呢 不是因為市場仍然贏得太多 是 而是他們兩個的 細君力敵 細君力敵 都看出來 多想William Hill看看 是的 變成他們沒有空間贏 噢 近來的博彩公司股 升了很多 是 因為英超又開波 是的 William Hill去到220 昨晚 搞錯 是的 變成現在市場仍然不太理會 除了想不到 昨天看之前在提的PBW 其實升了很多 不提那麼多 今天太多 最後講給阿迪 是的 其實我自己的 我來的太多 最後這一層 我們都錯過了 是的 我出11元買了 不過是吃了 是的 我們都沒有去 特別去追這隻 是的 是的 但是其實我想提一件事 大家認識了那麼久 也見過Factor 這個量化平分那麼久 其實在它還沒抽上來之前 其實肥仔一點點 但是就算現在抽了 我想提一件事 就是你見到質量和增長的位置 是 很高分的 是的 其實是 它是因為升得太多 所以價值你覺得沒有什麼 它和 息不多 其實一定是分析高分 因為你創新高 是的 增長 是的 所以我會看的就是 通常如果我找到這些肥 叫做肥嘟嘟 或者還有一些很漂亮的位置 我一定是看它會不會是後抽的時候加 就是這下不是假升 嗯 是真的 我們通常會說 這些可能會見到一些re-rating出來 嗯 是的 你逢是看到肥 就是升完上去還要肥 就是一些re-rating的出現 是的 我就沒有這樣分析 我就純體圖破了09年88元同鄉會大位 就是還要破完之後 站得到呢 是需要值得再回頭再看一看 是的 不過我估計100元這個位置 可能要咬一段時間 是的 而且始終比亞迪 現在如果買下去 其實我覺得bats是幾樣東西 如果說整間公司 但如果你純粹的車來講 大家看看它的電 電我上次解釋了 無理售額不要緊的 你整個市場越來越大 好似以前的2382那樣 但是最重要的是 比亞迪和Tesla 因為未來有點不同 就是他們由以前 做一個很漂亮的branding 去打 去做一個下沉的方式去做銷售 比亞迪現在挑戰自己的 打了這麼多年 即是叫做平民化 現在他是想打入少少高檔 通常這個比較難的 它的看是嗎 是的 它有什麼seed 我不用說 Seed嗎 Seed Seed 他想嘗試轉型 現在多競爭 剛才我數了美股幾間 現在已經 競爭開始大了 是的 所以其實這隻 我覺得大家 會先留意 我想說 起碼你 如果他肯後抽的時候 就留意 好 我今天差不多 去回聲明 安全自殺 是的 好啦 我們今天真的 講電動車 我覺得舒服些 大家可以有一個 深入些的討論 因為現在市場的人 Tesla 只問買不買 中國那幾隻 買不買 因為剛才講到 那個賽道很闊 很闊 電動車 剛才我都講了充電裝 或者 我都講了 是Battery Day 其實要留意 超級電容 都要看 其實 這個賽道這麼闊 我們現在是集中 去這麼詳細的分析 希望大家喜歡 是的 因為其實 這個是一個 你買著一個未來 是的 而我們都很深入 和大家去想 這件事 是值得大家給like 因為應該是要 我和Andy聊過 這件事應該是收錢的 外面是有人收錢的 但我們就仍然 耍耍耍幫你 是免費的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多謝Andy 我們下個星期三 再和大家見面 那時候下跌十六點 拜拜 多謝收看Tasty Money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鈴鐺 也可以在下面 留下你們的 comment給我們 還有上網Facebook 和IG 關注我們最新的消息 Tasty Money 我們下條片見